偶像崇拜 佛教徒不是偶像崇拜 而是對理想的崇拜 習慣上佛教徒供奉佛像 以尊敬佛陀 但是佛教徒卻不是偶像的崇拜者 偶像崇拜 一般意為人們以各式各樣 不知名的男神或者女神的雕像 作為討告的對象 討告的人要求神子的指引和保護 他們要求這些男神、女神賜予健康、財富 和提供各種需要 他們要求神為他們贖罪 禮拜佛像是很不同的 佛教徒尊敬佛像 正如紀念世界上那些偉大 有智慧而最有功於人類、最仁慈和最高貴的人一樣 這些偉人確實生活在世間 曾經對人類做過偉大的貢獻 他們是歷史的真實人物 他們是歷史的真實人物 佛教徒尊敬佛像 佛教徒將雕像當成一個象徵 並用來專心 以獲得心靈平正 當佛教徒正視佛像的時候 他們放下妖養的雜念 專一地想著和平 成之 寧靜、寧靜、安定 這個雕像 能夠使人心回想到聖者 並激發人們的熱誠 去跟隨他的典範和他的教誨 在虔誠的佛教徒心中 他們覺得佛陀活現在眼前 這種感覺 使他們拜佛生動而有意義 佛像的莊嚴寧靜 影響和激發他們 去走佛陀所啟示的正確思維 和正確行為 一個有誤性的佛教徒 從來不會向佛像請求施惠 或者贖罪 一個有理解的佛教徒 會去控制內心 遵從佛陀的勸告 除去世俗的煩惱 而求解脫之道 那些批評佛教徒崇拜偶像的人 是誤解了佛教徒的所作所為 假使人們可以保存他們的爸爸 或者祖父母的照片作為懷念 假使人們可以保存國王 皇后 首相 大英雄 哲學家 和私人的照片 這樣我們絕對沒有理由說 佛教為了紀念和尊敬他們所中愛的老師 就不可以保佑他的照片和雕像 假使人們唱頌一些詩歌 來讚揚他們偉大的老師的聖德 那又有什麼損害呢? 假使人們放花環在他中愛的人的墳墓上 以表示感恩 那又有什麼損害呢? 假使佛教徒也供奉一些花、香等等所敬愛的導師 因為導師奉獻他的生命 並幫助苦難的人類 那又有什麼損害呢? 相反地 人們卻塑造某些戰爭勝利的英雄雕像 事實上他們是一個謀殺者 而且要為數百萬無辜人民之死負責 為了權力 這些征服者不惜帶著親恨、殘酷和貪婪去謀殺 去侵入他人的弱國 奪取他人的國土和財產 造成很多講不完的痛苦和莫大的破壞性 這些人竟然被認為是民族的英雄 為了紀念他們的行徑 人們公花於他們的墓園 這樣看來 難道佛教徒因為世尊他犧牲世間的榮華 尋求開誤 宣示人們解脫之道 而尊重他是錯誤的嗎? 圖像是潛意識的語言 所以 大覺悟者的圖像 常常可以在一個人的內心完美地創造出來 圖像會深深透入潛意識 如果足夠強的話 並能夠對內心的衝動 並能夠對內心的衝動 起到自動煞車的作用 追憶佛陀使我們產生愉悅 鼓舞內心 並使人從不安靜 緊張 和挫折的心境中提升出來 如此 拜佛就不是祈禱 而是正助 因此我們說 這樣不是偶像崇拜 而是對理想的崇拜 佛教徒能夠由此而發現鮮明的力量 而去建造他們生命的神音 他們淨化了他們的心 一直到他們覺得圖像 已經牢固地體現起深陷的最深處 佛教徒尊敬偉人 而以圖像來代表他們 佛教徒想從他們崇高的人格中 獲得啟示 和以便模仿學習 佛教徒不將佛像看成木頭 或者金屬 或者泥土的死板偶像 雕像是代表能夠理解因緣法 和淨化身、口、意的生命活力 佛像只是偉大人格的象徵代表 以世界有史以來 最優美的藝術和挑剋手法 來表現佛陀 以示佛教徒的尊敬 這是自然不過的事 為何還有些人會看下那些 尊敬代表崇高宗教導師門圖像的人呢 這是難以理解的 沉著而清澈的佛像已經被看成是一種理想和美的觀點 佛像是亞洲文化最珍貴的共同財產 如果沒有佛像的話 我們去哪裡找清澈、散發活力和精神高度發展的人格呢 亞洲一旦沒有佛像 無論它有多繁榮 都不過是一個地理名詞異議 佛像也不是只是亞洲人和佛教徒所欣賞的 法國小說家諾貝爾得獎者 Anetto France在他的自傳中寫道 1890年5月1日 我有個機會參訪了巴黎博物館 那裡納了多尊沉默而單純的亞洲神像 我的雙眼落在佛像時 感到他在向受難的人類 開展智慧和慈悲的招手 如果世上曾有神來到地球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他 我很想跪下 如同討告上帝一樣 有一次 一位將軍留下一尊佛像 送給美國首相邱吉爾 將軍說 假使你心中受到擾亂和困困 我要你看這一尊佛像 你將會獲得舒展 那為什麼佛像所傳達的信息 能夠吸引在知識上 落過功夫的人們呢? 可能是因為人們在佛像中看到沉著和清澈 人們不僅用色彩和線條 來表達對佛陀及其高超教義的信念 金屬和石雕的手工佛像 是人類天才的最偉大創作之一 看到石蘭阿巴雅基里精舍的有名佛像 和印度Saraf的佛像 或者Boro Buddha讚美的佛像 這些雕像的眼神充滿了慈光 雙手表示了無謂 善意和祝福 他們經歷思想的脈絡 他們呼籲世間人 來注視對真理的偉大尋求 不管佛教走到哪裏 偉大的導師之像就跟到哪裏 佛教不但是莫拜的對象 亦都是蟬座和尊敬的對象 德國哲學家Kaiserling說 世界上沒有比佛像更尊貴的了 佛像是肉眼可見的世界中 一個絕對完美的精神實現 佛像是象徵而不是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成就佛道 卻很少人成佛 佛道不只是一個人能夠成就 而是很多人都能夠成就 過去諸佛 未來諸佛 現在諸佛 我每天禮拜 佛教並不是強迫每一個佛教徒 修持佛法必須有佛像 有些人沒有佛像作為目標 都可以控制他們的內心和感官 如果佛教徒真的要親近佛陀理想莊嚴之美 就必須在他們日常生活 將佛陀的教義實現出來 修持佛法就能夠接近佛陀 就能夠感覺到佛陀不扭的卑志 不可思議的光輝 如果只是崇敬佛像 而不能夠隨從那些崇高的教義學習實淺 是不能夠找到解脫之道的 我們也必須力圖了解佛陀的精神 他的教義是救拔紛擾世間的唯一辦法 除開科技的巨大方便以外 今天我們生活在這個世間 充滿了恐懼、焦急和失望 世界之所以如此困難 我們可以在佛陀的教義中找到答案 本文可以參與作者的小冊子 佛教徒是偶像的崇拜者嗎? 一般意為人們以各式各樣 保留這個天下 為人們的教義 我們會選擇 改了明不詳細節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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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